诗篇第十四篇 鱼丸人心里说,没有神 他们都是败坏,行了可赠的事 没有一个行善的 耶和华从天上查看世人 要看看有明慧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,一同变成污秽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所有作恶的都是无知的吗? 他们吞吃我的子民 好像吃饭一样 并不求告耶和华 他们必大大震惊 因为神在义人的群体中 你们要使困苦人的计划失败 但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 耶和华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 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